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众所周知,NBA每年选秀大会,第三位被选中的球员,就是我们俗称的炭花秀。 近几年NBA中炭花秀上球星评出,无论是绿军的双炭花,塔图姆和布朗, 还是历史级星秀东七级,还是14年的炭花秀大帝恩彼得,都来自这个位置。 那么,NBA的五大最强炭花,你都知道是谁吗? 第五名,安东尼说到甜瓜,安东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。 作为03白金一代的炭花秀,巅峰时期的安东尼,无疑是联盟的进攻万花筒和三威胁教科书。 12-13赛季的安东尼场,均更是可以砍下28.7分,当选得分王。 单论进攻能力,瓜哥无疑能够排得上号。 但是,目前安东尼带队能力,却依旧没有体现,生涯目前为止,还未进过总决赛, 更不用提最高荣誉总冠军了,因此在这份榜单,只能排名垫底。 第四名,威尔金斯绰号人类电影精华。 凭借扣篮让人熟知的,多米尼克·威尔金斯,无疑是小前锋位置上的小脚者。 作为1982年的炭花秀,威尔金斯的得分能力,堪称顶级。 85-86赛季,无疑是公认威尔金斯,最巅峰的赛季。 那个赛季他场,均砍下30.3分,当选得分王。 不过即便此后,连续多个赛季,威尔金斯场均得分从位,低于25家。 但是由于,碰上巅峰时期的乔丹,因此目前,威尔金斯的最高荣誉,也只有一个得分王。 但是06年,威尔金斯还是入选了,NBA的名人堂。 第三名,哈登而09年的炭花秀,詹姆斯·哈登,无疑是不少球迷的老朋友了。 如今的哈登,无疑是现役公认的第一分位。 18、19和20赛季哈登,更是连续三个赛季,当选得分王。 尤其19年场,均更是可以砍下恐怖的,36.1分。 得分能力,可见一般。 但是,由于哈登遇上了巅峰时期的宇宙勇,导致他目前,还未拿到总冠军。 不过本赛季,转会篮网的哈登,很有可能生涯,首次加冕总冠军。 第二名,张伯伦谁也不会想到。 作为远古神兽之一的张伯伦,也是一位炭花秀。 但事实,就是如此。 张伯伦在1955年,以炭花签,被76人选中。 而将张伯伦排在第二位可以说毫无悬念。 无论是单场100分的伟大成就,还是单赛季场军50分25篮板的神迹。 张伯伦都无愧于,历史第二炭花的名号。 第一名,乔丹要说NBA,历史第一炭花是谁。 那么毫无疑问,当属迈克尔乔丹了。 乔丹1984年选秀大会,以炭花千倍公牛选中。 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传奇职业生涯。 乔丹生涯,前妻和前三人一样,都是个人,得分能力拔群。 但始终无法在季后赛,更进一步。 而随着皮鹏等帮助的到来,乔丹开启了自己的公牛王朝。 不仅拿到6座总冠军,还加冕6座FMVP。 加上数不胜数的得分王等其他荣誉。 乔丹历史第一炭花,可以说毫无疑问。 I quit.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 。